剛剛我們把模擬器跟實體的接好之後 現在我們要準備寫程式 那現在模擬器上面這樣是佔滿最大的空間 所以我要麻煩各位先往後退 滾輪往後縮小一點 縮小之後麻煩你把它移到你的左上角 整個一起移動就好了 請你把它移到你的左上角 因為待會我們要把這個區域縮小 縮小之後它主要會看到的就是 左上角這一塊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這個時候麻煩各位再把你的右上角 這個剛剛怎麼放大的就再按一下 它就縮回來 右上角這裡有沒有 右上角這裡你把按一下 這個時候你就會看到它有沒有縮小在這裡了 如果你在這邊還太大或者看不到沒關係 這裡跟剛剛一樣可以移動 加上滾輪有沒有一樣可以放大縮小 所以如果它比較靠旁邊的你就拉過來在空白地方拉過來滾輪往後退一樣可以 那這個區域你也可以放大縮小有沒有 在左下角這邊一樣可以拉開就看你自己 你覺得說我要大一點小一點都ok 好那我們準備來認識一下它的介面喔 你看到我們左手邊這裡 左手邊這邊 它每一個都是一個目錄 都是一個目錄 你點開 點開它 有沒有就看到 目錄下面還有其他的目錄 然後右手邊就有相關的積目就會跑出來 那麼我們現在呢 來看一下就是說 你現在有幾個東西 我們跟電腦開機一樣 各位你電腦開機之後是馬上就進入Windows嗎 應該沒有吧 你的手機開機 假設你是真正關機之後再開機 它是不是先從黑色畫面 黑色畫面然後顯示它的Logo 作業系統 它有馬上進去嗎 沒有 它會先檢查什麼 你的這台手機這台電腦 它的主機板記憶體顯示卡是不是都正常 之後才把作業系統是不是展示進來 那我們在控制這個也是一樣 你今天像我們在這裡 有了一個開發板 有了一個LED燈 它 要怎麼樣 你要告訴它 不然它怎麼知道有這些東西 對不對 但是麵包板你不用告訴它 因為它只是延長用的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左手邊這邊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目錄叫做開發板 點下去 跟開發板有關的都在這裡 好 現在呢 你就把第一個拿出來 第一個 第一個拿出來 來 那我拿出來了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 它上面有跟你講 請問你的開發板是哪一塊 我們現在用的是不是smart 所以這個地方你稍微看一下 我們現在用的是smart 你就把它選smart 第二個 我現在是玩假的 所以我現在先用模擬器 有沒有使用哪一個 我透過模擬器 好 那後面這個名稱 因為你是用模擬的 所以其實什麼名稱都沒關係 你可以自己命名 可是如果玩真的 就去查我們剛剛那個 試算表裡面的 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開發板裝置的試算表 好 那那個等一下再看 沒關係 好 所以我現在有一個開發板 我們剛剛是不是還有一個LED燈 那你找找看 左手邊有沒有一個叫做LED燈 點下去 在這裡 第一個 第一個 我們webduno呢 它這些裝置 不管哪一個 通常第一個就是設定角位的 所以你會看到它是那個紫色的 你看我每一個有沒有 每一個第一個都是紫色的 對不對 所以有關於LED燈的相關的設定控制 通通是找這個機目 那我現在就把第一顆拿出來 第一顆 請問我們剛剛接待第幾個角位 第五對不對 負極就不用跟他講 因為負極一定是接GND 只有正極的那一個 要跟他講是哪裡 因為我們沒有直接接到哪裡 我們沒有把這個直接接到電源 是因為LED燈本身它基本上需要的電流不大 所以角位本身也有電流 它就可以讓它亮了 如果你有其他的元件 比如說像我們後面有那個LED點矩陣 有沒有比較大的一塊的 那那個就一定要有一個接電源的 所以我們這邊是沒有做這一塊 我們就直接把它接到那個上面去而已 那在這邊你就告訴他 我是第五個角位 所以這樣有沒有硬體就準備好了 所以我現在軟體的部分 要先告訴他 我的硬體有哪一個開發板 叫什麼名字 透過什麼方式連接 那你有什麼裝置連上去的 接在第幾個角位 這個都要對 那對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控制LED燈哦 好 你看一下 在LED燈這個裡面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做閃爍0.5 第四個 第四個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丟出來 接在它的那個裡面 接在這個裡面 就是接在開發板的這個積木裡面 這樣就完成了 各位你已經寫完了 太快 你們怎麼這樣 我們兩天要寫很多 好 這樣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模擬器有打開 請問要怎麼執行 YouTube你都會播嗎 有沒有右上角 有一個這個 按下去 來看看你的燈會不會亮 不是真的燈哦 是假的燈哦 有沒有模擬器上面燈會亮了 這樣有了對不對 想不想讓真的亮一下 想來我們 來這個時候請你先停止一下 好先停止 好 我們來找一下 看看你們家開發板叫什麼名字 你們家開發板叫什麼名字 要回到簡報第一頁對不對 找到這裡 這裡 你們家開發板的名字叫做Device ID 這個 Device ID 所以你去對一下你開發板後面的號碼 看是第幾個編號 後面這個Device ID 就是控制他的號碼 記得哦 有分大小寫 所以通常我都偷懶 複製貼上 我都複製貼上 這樣可以嗎 好 找到了哦 在簡報第一頁有 簡報的第一頁 簡報第一頁的最右邊 這裡 簡報第一頁最右邊有沒有一個叫做開發板資訊 哦 就會打開這個試算表 你就會看到他 都找到了嗎 如果你找到之後 請問要放在哪裡 要放在這裡 請你告訴他現在你要玩真的 我要透過Wi-Fi 不只透過模擬器哦 有沒有 使用這裡 那麼你的號碼就是在後面這個1234這邊把它貼上去 這樣他就可以控制到你們家的裝置哦 貼上去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現在呢 實行一次給各位看 你看我們在模擬器還是會亮 模擬器還是會亮 但是你看我們的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顆燈也亮起來了 好 對 你要插電啊 你要插電啊 你看 我有沒有亮起來 對不對 所以模擬器跟這個 只要接的角位相同的 他就會跟著一起亮 所以先試看看亮不亮有關係 對不對 來 這裡有個小技巧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不確定你的開發板到底有沒有 連到網路上 因為剛剛比如說有個同學可能 大小寫打錯 或者前面他多了一個什麼 多了一個那個就是空白 那你怎麼判斷 你看一下我們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上面有個閃電 有沒有 你點開 把你的號碼打進去 打進去 如果他不是紅色的 是跟我一樣變成綠色的 恭喜你這號碼是對的 就是用這個方式來檢查你的號碼對不對 這樣了解的 所以你可以先這樣確認 當然有一種情形還有可能發生 就是你叫錯別人的名字 因為大家現在都看到大家開發板嘛 你摳錯了 結果別人也有插在線上 可是你怎麼用都沒有 好 這也是有可能的 當然也有可能自我弄錯也有可能 哈哈 這是 偶爾有可能我也會出錯的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這樣子控制他 比較簡單可以嗎 還是不行 好等一下我換一個那個開發板試看看 好了